他们在丛林里被大猩猩挡住驱落 泰山要跟自己的宿敌来一场公平的决斗 看手臂就知道 泰山根本不是对手 可他像个战士一样打得非常勇猛 爬上大猩猩的肩膀猛锤 大猩猩把他扔到丛林里 在里面翻滚了大半天 局长只能跪地求饶 要不是他的绿朋友好可不在这里 哪里有大猩猩猖狙的份 在另一边 泰山的妻子挣脱开来 和一个屠住勇士一起逃入森林里 老白的队伍随后就追了上来 为了保护大猩猩不被伤害 他选择了投降 可是还是有人开枪 打死一头大猩猩 在山上听到豪叫的泰山 想都没想直接跳到丛林里 和一根曼腾无缝对接 开始了优雅的荡秋千表演 难免忽然而想到超级英雄蜘蛛侠 大猩猩被老白的人杀死了不少 泰山一不爱的牡蛇转圈圈 正在赶来战场的路上 枪口已经对准大猩猩 泰山一个抱摔 救了大猩猩一命 就是昨天跟他决斗的那一只 老白把泰山的妻子带到峡谷里 泰山随后追到这里 这都是老白的阴谋 他勾引泰山来这里 就是为了换取土著人的钻石 首领对泰山充满了仇恨 多年前 首领的儿子杀死了泰山的大猩猩猩猫 他一怒之下杀死了首领的儿子 首领这位儿子不过是杀了一头野兽而已 他不知道 大猩猩是泰山唯一的亲人 泰山和首领展开沙底一千 自损八百的入博站 局长赶到这里 只能观战 不能靠近 泰山确说首领 老白要用钻石购买一只雇佣军 来征服你们 首领心里只有仇恨 根本不听 泰山不想多说 用真本事劫持了首领 大小型队伍也赶到了战场 首领看自己出于下风 而且泰山说的好像有些道理 暂时放下了仇恨 在另一边 妻子在船上 听到丛林传来动物豹子的声音 不仅露出迷之微笑 他的男人是盖世英雄 肯定会带领千军万马来救他 泰山果然召集了一只动物大军 从山上杀到老白的营地 大军所到之处 没有人能阻挡 牛群冲在最前面 现场一片混乱 老白的人拖着钻石 四处逃亡 泰山追了过来 他继续发挥荡球枪的潮能力 一把抱住妻子 扔到了局长的怀里 老白的人不断开火 房子都塌了 泰山依然像打了鸡血一样 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战斗 接着 局长在岸边来了一个神助攻 把老白的轮船打成了筛子 剩下的加个泰山表演了 钻石在他手里 老白从暗处冲上来 用神奇项链 撕死勒住泰山的喉咙 可惜反派终归死一话多 泰山用夺命剪刀脚 撕死夹住他 脖子上的珍珠项链 受不了肌肉的挤压 纷纷选择暴敌而亡 泰山一脚把老白踢飞到河里 鳄鱼大军等候多时 老白成了鳄鱼的午餐 轮船随后发生爆炸 不知道那箱钻石 有没有受到伤害 土著大军 杀气腾腾的站在山上 挥舞手中的武器 吓走了比利时人的轮船 妻子在岸边 焦急地搜索泰山的踪影 他闭上眼睛 内心不仅涌上一句台词 难道他要变成寡妇吗 一个泰山坏得很 就是不从正面出现 从后面把妻子拥入怀中 变得最后 泰山和妻子 留在了刚果丛林 还剩下了一个宝宝 在第一届丛林杯 当秋千比赛中 泰山以绝对的优势 战胜了大猩猩 他又实力证明 他才是真正的森林之王 这部美国奇幻片 名叫泰山归来 讲述小伙 过不惯城市的富贵生活 又回到森林